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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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电子时报的社长黄清勇 今天我们谈5G 我找到我的好朋友 雅来电信的董事长 他也是鸿海的董事 李方明李仙 李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 其实我们已经谈过几个不同的主题 从过去的应用环境 台灣怎麼建構一個獨到的一個產業的 發展環境因為我們跟別人不太一樣 很多國家 談到消費者有需求 很多國家談到應用怎麼建立起來 但我們還要再談另外一個層次就是說 我們必須跟產業連結 因為台灣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非常強大的諮詢電子工業 這個是我們很大的優勢而且這個經驗呢 在現在 大環境底下包括 東協南亞 可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商機 所以我常講一句話我說 想像力 是社會非常昂貴的資產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太重視想像力 就是 你有好的想像力他也不會付你錢 其實蠻遺憾的 我們上面最高層的找我講課一個小時也是比較大比較的 這是不對的 最昂貴的 可能是經過淬煉以後 找出來的想像力跟策略方法 那個東西是非常昂貴的 我想台灣的環境正在改變 然後我們也從過去很多 可以說不成功的經驗 我們慢慢慢慢 摸索到 下一個可能成功的機會 所以我的看法認為說 也許我們到 5G進入到6G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很多新的機會 那 可不可以 我在請教方明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每一個電信的世代大概是10年 我們5G 基本上從2020年開始 我們這個2020年代 我們的5G的環境大會是什麼樣子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超越6G 就超越2030年我們會有6G的環境 6G的環境跟5G的環境 它最大的差異可能會在哪裡 這兩個問題請教您一下 謝謝 剛剛這個談到說未來要描繪未來 這個是 不會 台灣的教育好像比較沒有給我們 這個 年輕人或是我們這一代 到底你要怎麼 這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問題 但是呢 我在之前有好幾次的這個跟朋友的溝通 或是有幾次論壇的溝通裡面 那我常常 這個願意提出來就是說 在過去幾年有好幾部好的電影 好像那個Irobat啦 或是那個變人啦 所有這些 的電影 實際上假如可以的話 我可以把那幾個電影的這個 選出來 那幾個電影實際上我覺得這些導演好厲害 為什麼 他會想像 因為我 這個 開始 看完那個 然後接下來不是說2011年12年開始 討論這個 智慧製造方面的事情嗎 那開始討論到所謂數位化 所以在 前面的這個 影集裡面有談到 在我想像裡面第一個說 可以飛的 現在好像車子要飛也不是那麼難 做得到 是吧 所以 在那個你所謂的想像裡面 確實是一個很關鍵 所以當2013 我們進入電信的時候 實際上 在給電信的這個定位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說好 這個 亞太怎麼定位 本來叫電信公司 所以我們定位叫 GT 就Great Technology 很清楚下面 當然有人是講說是叫郭台銘 GT 但是我們定位就是什麼 就是 寬頻 無限 在最後一個字叫什麼 叫數位 但是那個時間點講這個事情 我突然發現 就像你所說的 你要想像後面 所以 好痛苦 那個是很孤單的 因為當你在講的時候 甚至跟美女朋友在聊的時候說我要做什麼 你胡蘿蔔 因為大家看了就是說 你4G 4G就是 買一個手機的連線 你在談了一些東西 好像 很難 但是到了這 兩三年 確實怎麼樣 都實現了 已經都實現了 很多事情都實現 甚至我還記得我們2013年 郭先生教導我們去拍一個影片 他說你要描述了不如去拍一個影片 那個影片我們也可以 讓你看看 回來看看說 還真的是 但是我們那時候的描述還真的現在是什麼 所以那個是什麼 我們就 跟那個手震 一起拍出來 現在的場景 對 好 接下來就說好 我們往後 往後裡面當然 剛剛談到5G 4G的應用到現在 5G接下來 Application Driven 我們不要去期望說 我會產生這個Application 真的那個是需要 我們去努力的 跟專業的人去產生那個Application 定位5G大概是一個 叫做啟動者 他是Enabler 他可以 因為5G的這個環境的建構 他可以讓各種新的應用 來自上面 去 realize 就是 真正實現 所以他的應用會 多少 那個電影裡面描述的說 你會不會帶一個機械人在你旁邊走 我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 我覺得非常非常可能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這個Robot 已經 在家裡什麼那個掃地機器人 甚至陪伴機械人 現在看起來還笨笨的 還不是那麼聰明 但是我認為 那個是會加速的 因為你 跟他互動以後 你教他的時候 實際上他是 我們人要教小孩是蠻難的 因為小朋友 你一出生 你就跟他對話 這是111 這是爸爸爸爸 這是媽媽媽 那是很難的 但是 機械人是什麼 我把他交會一個以後 他以後都會了 他是可以copy 他是可以copy的 所以他是可以越來越聰明的 所以那個想像裡面就是說 我這個環境剛剛講的數位 這個經濟的這個環境 往前推 可能真的 那個電影裡面的想像 是有機會出現的 包含Robot 包含自駕車 甚至 在空中飛的那個 自駕車 那個實際上今天 我們講autopilot 實際上是都有產生的 所以那個環境會產生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我們在家裡的 講這個smart home smart office 或是smart hospital 或是smart factory 我想 這些東西基本上怎麼樣 應該會發生 對 甚至農業 因為我們在過去幾年 有看到很多叫做植物工廠 那一個是當然是標準的農地 但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用工廠的方式 來經營 有機的這個植物 對 那這種所謂的這個 控制性的環境 能夠產生 更好的這個 綠色的這個 有機的這個食物 給我們來講 這個我相信也會發生 但是那個infrastructure要不要產生 要喔 需要這個 甚至我們講健康 現在目前我們開始有一些穿戴式的 但是未來 可能現在的遠端的醫療 真的是會 更進一步 現在目前 產生的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這個 Diagnostic 那當然有人已經談到說我是不是可以做遠端的手術 可以 因為假如那個延遲真的可以做到即時的 就你一動 我總不能說是我在這邊手術 我動了一下 就對方是一秒才動 哇那這個手術是很可怕 但是假如這個真的可以達到 一個mini second這樣的延遲 甚至您談到說好 假如我們往前 來了解這個5G 我所謂5G裡面很清楚他們在談的 已經不是一個mini second 他們才談的是0.1個mini second 所以我們在看6G裡面 我們的定位裡面可能 未來 我們今天想像的是 所有的4G到5G的所有這個設備 都還是我們可以想像說手機啦 車子啦 電視啦 平板啦 但是未來 可能真的 已經在4G都講了嘛 衣服也可能啦 甚至我可能很多的這個 一般的健康的 要素的東西 可能今天都有了 已經實現了 那個不需要5G 但是到了未來 真的可能 人的這個 device 說不定也不一定 就是有型的device 搞不好是個無型的device 而且他是要用人 的真正的一般的nature 的方式來 運作 甚至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使用這個網路 使用網路 到了一門到了5G 你能夠決定你用多少 速度嗎 沒有 還是什麼 還是說我一個基地站蓋完了 雖然5G會比4G快很多 但你還是要怎麼樣 我們在同一個基地台 我們還是兩個 在那個框架底下 大家來分 可能他是最高是1G 但是我們可能最後分到是什麼 100 你也100 我也100 為什麼我們大家分嘛 那可能沒有人的時候 搞不好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 我速度搞不好可以飆到800 所以不是我控制 但未來6G 我們認為怎麼樣 說不定我說 我可以決定 我是要 200 500 一G 那個速度是我決定 而且那個延遲 我需要是什麼樣的延遲 可能是我決定 那個在企業應用上面 差異化更高 更高 所以我們那個 5G可能還達不到 6G 就有可能達到 那我們在講4G的時候 一般講是講 這個cloud 這個 就是說4G的環境 所有的運算 我們雖然講說 我這個叫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 但實際上我們運算都不在 我們大概 真正的運算都還是回到什麼 雲端 回到雲端再回來 好 那到了5G裡面當然就 Edge Computing 就像我們今天在一個工廠環境 對於那些設備的連結 需要很多的Edge Computing 所以對於很多需要 低延遲的 它就需要Edge Computing 所以很清楚 延遲的部分真的是會很低 那到了這個6G呢 我們的看法 也跟看看這個了解一下這個整個產業的說明 很清楚 以前這個 計算 可能是真的是 Everywhere AI 大家一直在談 那這個AI部分可能也不是只有在什麼 在雲端的 就像我們講的 不管是Ali啦 或是Amazon 他們都會說 我今天可以做很多的 消費者行為的分析 但是未來可能怎麼樣 個性化了 個人化了 所以所有的device 可能都有計算能量 可能也都有AI的能量在上面 還有 個別化的 各種的AI 好 那 再來是一個什麼 安全的情境 就是我們今天一直講說到了5G 可能安全情境更關鍵了 假如我是一個自駕車 這個自駕車連戰往上 假如有人去破壞 糟糕 那個安全就很關鍵了 所以到6G的時代 我們認為它的安全 這個功能必須要更少 因為它已經是真正達到 今天我們在講萬物聯網 Everything connect 但是 到5G可能達成了 但是到了6G 可能更大量 所以那個環境 的想像 在 5G這10年 我想像是比較會接近 電影那個想像 然後 電影真正落實到 我們講的什麼變的 那可能要到6G以後 那個是我 就是我控制了 我知道 我想要800M 你是100M 我800M 我願意付800M的錢 那個是我決定的 好所以這個可能是 我們在講這個6G 好所以它是 計算 跟這個網路 已經是什麼 是整合在一起的 以前網路是網路 這個計算是計算但是 接下來到6G可能計算跟網路是什麼 是整合在一起 我不曉得 觀眾朋友在 聽這一段的敘述的時候您的感覺是什麼樣 好 那我自己 我沒辦法像您那麼在經營5G 的過程當中 碰到這麼多的可能性 或者問題 我自己蠻有體會的 第一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機器學習 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 機器學習的背後 因為太多的機器太多的device 那種 那種前端的邊緣運算所需要的一些設備 它之間的連結 它創造出來的數據 它背後一定有大數據 還有人工智慧 還有神經網路 這個東西慢慢一個一個會出來 那出來以後你會發現說其實 重新歸納一下就發現說 它非常 messive 它是一個無窮變化的一個大環境 這個時候 我們得做一件事情 專注 你最擅長的 第二個找到 別的沒有的 所以呢 我覺得創新的過程當中 非常不一樣的bus model 是非常重要的 是 台灣過去最大的問題都是me too 他覺得 你做得不錯 我就趕快跟上 大操比較快 那個在硬體製造的時代是對的 但到軟體應用的時代 獨立性 獨特性 第二個獨特性很高的時候你跟別人交換 或者我成為你的客戶的時候你也很喜歡我 因為你是以前沒有這種客戶嘛對不對 所以呢大家開始想像一下 Be different 怎麼創造出 差異化 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是我們下一個世代 在事業發展過程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最後可不可以請方明兄再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台灣在面對5G的時候 我們給年輕人一點建議 我們怎麼去改變 或者說 包括學校我們現在碰到一個問題 台灣的人才短缺的問題 學校的人才因為 像台積電今天說要找9000個人 好 然後我們的部長就說 我們台新交 電子電機全部加起來湊在一起也不過6000 好那問題來了 如果錢全部 那個人全部進了台積電 完蛋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呢第二個台積電需要 這麼多台大電機交大電機的嗎 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的科技大學的學生怎麼去理解這個事情 還有呢 在特定領域上面要非常厲害的那種人 不見得 在新創上面 他真的有佔優勢也不見得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多元的商機的時代 我們怎麼給年輕人一點點建議 那你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 現在來講 剛剛講的是 新的這個機會 我們講在數位時代 在新的應用這個時代 實際上真的是 很多 的這個機會會出現 但這個機會出現呢 我個人是認為 我們 以前 我們那個世代 念化學 就是化學 對 念電子就是電子 念這個醫學可能就是醫學 因為那個領域是非常 單純直接的 念這個 傳播的 就是傳播 但是 在未來來講 真的是跨業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情 不能只是 只有在 自己的領域 因為 如果你專注自己的領域 當然那是必要的 那個叫 專業 叫核心 等能力 但核心能力以後 你要去了解外面的環境 那個環境 可以讓你這個核心能力 能夠 一倍 兩倍三倍的什麼 發揮 要不然的話 你的那個領域可能就會被人家叫做 淘汰掉 有沒有人家講說 未來AI越來越厲害 搞不好律師真的就 因為他找檔案的時間會比你快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律師要不要去懂AI 可能要懂 好 那一樣到醫生我想是頂尖的這個人才 他在 醫學裡面 但如果要進入 我們講的 這個 數位健康 那數位健康裡面 你怎麼樣去 讓我們的這個健康不是只有醫療的 這個我想在 公司內部 郭先生也常常講 他們在做數位健康的時候常常講的就是 上醫 中醫跟下醫 上醫是胃病 還沒有生病 就是健康 中醫是什麼 僵病 你快要生病了 趕快 下醫是什麼 乙病 這是郭先生就在做數位健康裡面 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要做什麼 預防醫學 這情況來了 一樣 我們現在目前的醫生大概都在做什麼 做治療 急診送進醫院然後去做治療 未來是不是真的能夠讓我們 因為這些環境這些科技 可以讓這兩個整合在一起 我們把我們的健康的部分怎麼樣 讓整個環境所有人都 受益 因為大家 可以把整個身體的健康狀況弄得更好 可以更長壽 環境怎麼樣 可以更有效的應用那個資源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就是說 對於年輕世代 真的是建議 要跨業 不要只是一個 單一的一個領域 好 但是 即使我們現在這樣子還是不夠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實際上是缺人 台灣現在真的是少子化的 蠻嚴重 那到底我們有沒有一個環境 可以吸引 不要認為我們只能吸引 從這個比我們算是落後的地方來 我們應該要有把握就是要吸引 先進的地方的人來 以前我們實際上有吸引這麼多人才的 不要忘了 我們在這個開始 建立這個半導體 很多人都是海外歸來的 他們是從先進地方來的 不是從這個落後的地方來 不是喔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讓 這些先進的地方覺得來這邊 是 可以發揮的 而且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可能有些剛剛講的不管是 東南亞啦印度啦 我們真的要有那個心能夠讓 台灣變成 真正的移民社會 真正能夠熔爐 就像以前我們台灣的就是大熔爐嘛 那把人才 牽涉到我們的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裡面 是不是夠友善 文化的友善性啊 生活的友善性 還有一個是 整個的法律 對對對 對於 這些人才在這裡 他要搬一個family來的狀況 我怎麼讓這些人 來這邊 念完書他可以留下來 或者他不在這邊念書他在國外念完書 他可以來這邊 好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對於台灣的產業 肯定 那這個 是相輔相成的 因為我們講年輕人 我還自己記得自己的 我第一 198年第一次到美國 你那個想像是 很大的 因為你 有那個開拓的眼鏡 突然發現原來 加州是這樣 Silicon Valley是這樣子的 去HP 對對對 才知道說原來是這樣 那個在學校裡面 沒有學到的 好 你如果能夠有機會 真的 年輕人 如果有機會 真的去遊學 真的去看一看 好 不要只是去玩 不要只是去打工 你知道意思嗎 或是如果有 國外的高階 只剩下優秀人才進來 能夠那種 互相激盪 去形成那種新的想像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呼應一下 大家知道嗎 全世界 唸W1 唸電子電機 電子工程這種科系 有好工作的國家 只有五六個 台灣是其中一個 對不對 您了解嗎 日本韓國 台灣 矽谷 大陸 這幾個地方還可以 您去想像一下 西班牙 義大利 這些國家 唸W1的做什麼工作 到台灣來是最好的機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越南 比如說河內理工大學 最好的畢業生 他為什麼不到台灣來工作 比如說 馬來西亞有很多僑生 他到台灣來念書 為什麼 都回去了 都回去我們能不能再把他們找 這個環境其實 他們相對跟我們也有友善 而且他們也需要我們 我們也需要他們 雙贏的一種交流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說剛才方明兄提到的 我們怎麼去學習 斜槓的知識 這個就牽涉到 張東某董事長一直強調的那個 通識教育的問題 其實剛才歸納一下 方明兄剛才提到的 先把Voltico領域做好 專業核心 專業一定要做好 你要做到 相信我 我們這個行業非常競爭的 全世界最好的菁英 這個行業很多 所以 你要出人頭地 簡單一句話 窮必生之力 你才有可能 是出人頭地 另外一個就是說 窮必生之力在Voltico分眾領域上面 稱呼倒寡 你要再想 你有更多水平上面的需要 你必須知道說 我怎麼去管理印度 我怎麼跟韓國人打交道 我怎麼跟日本人打交道 這些環境的建構 他其實是個非常有趣的過程 台灣 沒有創造出讓我們的年輕人覺得說 這個環境這個學習過程是有機會 是有趣的 人生可以 很豐富很美滿 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們做的並不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也希望以後還有很多的機會邀請方明兄來繼續跟我們探討一下 未來的世界 5G 我們看到的世界 6G呢 甚至這個 Amazing 就是一個非常充滿想像的一個世界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謝謝